进口蛋争议延烧不断 农业部长陈吉仲昨日请辞获准 向镇风波稍稍告一段落 今日民进党发言人张志豪出面肯定陈吉仲过去的努力 更呼吁朝野各政党应该回归政策议题的理性讨论 不要再有过多恶意的政治操作 进口蛋事件发展至今 不少讨论沦为政党之间政治角力的口水战 是否会影响明年初的总统大选 学者这样认为 基本上我是觉得说 造成选情的冲击是一定会有了 因为但毕竟还是 现在是上升到所谓的食安问题 而且跟一般的老百姓民生都有非常直接的关联性 那现在看起来的话 就是因为陈吉仲昨天才刚刚辞职了 所以危机也有可能是转机 所以有没有可能凝聚出民进党的这个危机意识 或者说让民进党支持者会认为这个议题操作过头的话 那也有可能会稍微凝聚一些声音回来 进口蛋事件遭延上后 陈吉仲成了最大剑把 如今多次请辞终于获准 也让外界质疑是否符合比例原则 以这个比例原则来说的话 因为部长已经下台了 如果在野党继续做攻击的话 也有可能会适得其反 或者说不见得会再有效果 赖清德自己本人对这个议题来说 是比较没有多的主导 然后放在就是执政团队这里 赖清德这边继续是用提出他的这个像是希望工程 或者说具体的这个政见 来去拉回这个选举的主轴 所以如果反应在这个民调上面来讲是有效的话 那我觉得在野党穷追猛打这个议题 应该可能就不见得会再看得到更好的效果了 根据林传媒释出的最新民调显示 2024总统大选四角度的局面 目前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的支持度是42.52% 民众党参选人柯文哲24.23% 国民党参选人侯友宜22.25% 而鸿海集团创办人郭台铭则是垫底 仅获得6.58%的支持率 跟过去民调相比赖清德的支持率 每个月攀升约两个百分点 不过柯文哲的支持度从7月后 就没有再突破25%大关 而侯友宜方美后 民调则是微幅上升 会比较大一些些 接下来还有几个观察的点 包含了像侯友宜跟这个赖清德这边都还没有提出副手 那再来的话就是会看 继续的去检验两个政党的一些候选人 两个这个候选人之间 他们能不能够再具体的提出一些有感的这个政策 2024总统大选倒数计时 不过郭台铭的民调却持续垫底 落后三位参选人一大截 这边副手名单开出讨论度很高的演员赖佩霞 却不在声势有时局上涨 其实我觉得根本上来讲的话 就是他没有政党的基础了 那虽然说他的支持者比较多是国民党的 但是因为国民党到现在看起来的话 会强调把这个郭台铭边缘化 没有放很大的比重去攻击他 然后来引起反胎 所以就这块来讲的话 地方派系啦 或者说国民党其他的 这个最后友谊不满的这个声音 那并没有真正的凝聚在郭台铭的这个身上 如果他的联署的这个分数 因为超过一百万份联署的话 也有可能是一个退场的时机啦 那因为看到说他提名了这个副手之后 声势不但没有上升 而且声势还是继续的探底 那也看得出来说 其实在一些新闻的议题上面来讲 对于郭台铭他的那个黄金的时间点 选民的那个新鲜的蜜月期来说的话 似乎都是消退的非常快 2024选战倒数四个月 郭台铭为期44天的联署活动 在今日正式开跑 结局至11月2日 这时能否达到联署人数门槛 真正形成四早都局势 恐怕仍有待更多观察 记者小学员采访报道